我很想講的題目是 2018年地方選舉以後 到底台灣人民想要什麼 透過這場選舉 傳遞了什麼訊息 所以這五個教授都非常認同 然後邀請我去美國巴士 去哈佛大學費政欽學院 對學生做一場演講 如果有機會要看看我們有一些僑胞 因為僑胞也很熱情 在波士頓 是不是紐約啊 洛杉磯啊 那就看也歡迎大家來高雄投資 來高雄觀光 你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為了2020選總統 要去美國面試你等 這想太多了 我不曉得他們去是誰邀請的 哪些單位哪些機構 我的被邀請是非常單純 就是哈佛大學五位教授來 大家相談勝歡 每天來見韓國衛生 真的還是太多了 從世界各地來真的很多 可是每天看著他行程的媒體更多 這個還是總是要被多 有些重要還是要躲起來 這個沒有成熟之前 總是不能曝光 但是這個 韓國瑜他四五月份到哈佛的 這個中心來做這個演講 我覺得在台灣的歷史上 好像在哈佛演講過的 除了馬英九總統 蔡英文總統 好像就沒有市長級的人 韓國瑜可能是第一個市長級的 受邀到哈佛去做這個演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思其實滿非凡的 由於這個費政清中心 或者叫學院 其實他在早期之內 他比較常邀請的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然後去做一些 seminar一些演講 你說是比較清綠的意思嗎 當然他邀請是比較多的綠營的 藍營可能很少 就是綠營的政治人物 很多還去滿多人 是 沒有錯 其實在美國的東岸裡面 如果說這個研究中國政策 或中國政治的 除了費政清 像在哥倫比亞有一個東亞研究所 李安游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在華府第一期間 我們有講到這一格萊宜 其實我覺得這一二十年來 好像其實我說實在 國民黨在這一塊是沒有繼續經營 但是民進黨經營了很多 所以在美國的政治中心 在東岸的時候 其實像他們對民進黨是比較熟悉的 包括其實大家也記得的話 陳菊市長在兩年前 就到美國在葛萊宜的智庫裡面 發表過演說 所以其實為什麼 當這一次費政清中心會來去 訪問韓國瑜 我覺得表示了 美國人真的很不清楚 韓國瑜是Who is he 他到底是誰 所以他們牽一條條從Boston 五個教授 然後飛到高雄來 邀請了韓國瑜去 我覺得當然韓國瑜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他一定要去讓美國人知道說 其實在九合一選舉之後 整個台灣的政治版 都做了什麼樣的變化 甚至他不只是藍營裡面 現在可能政治聲量最高的 包括全國可能政治人物裡面 我相信他都可以超越科批的 所以這個五月份的這一個 美國之旅 他也說過 他是東西岸都去 他當然最後的行程是沒有排定 他到底 他沒有排華府 要不要再加一下 有可能會去華府 也有可能去紐約 他這個西岸已經講了 他可能舊金山或洛杉磯市會去 他這消息一出來 應該全美國的同鄉會都要邀請他 他走不完了他 其實我的臉書已經有 芝加哥的僑界跟我說 可不可以安排到芝加哥走一走 他可以走半年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韓國瑜市長他應該要 他這一次的Boston之行 應該對他來講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趟之旅 何況我再講 今天其實科批到了華盛頓去 但是我相信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一個我們中華民國的市長 有辦法用流利的英文 然後再跟美國人在 跟美國做對話吧 你在講科批還是在講韓國瑜 韓國瑜可以 韓國瑜他的英文 他是外文CPM 有新竹槍的也可以 我相信科批可能到時候 還是去找翻譯 就像他上次在台北市 也是有一場是用翻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英語演講比賽了嗎 這應該是一個很難得的 我覺得對一個難得 一個台灣的市長 可以到美國去做這樣的 跟美國 告訴美國現在整個台灣的 政治情況是怎麼樣 不過剛剛韓國瑜自己說 他想表達的是 在九合一總統大選之後 台灣人民的想法 他講的不是高雄人民的想法 他講的是台灣人民的想法 所以韓國瑜要告訴大家的是 他的格局可能不只是 高雄市市長而已 所以這一趟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賢外之音在 其實秀琳你跟我想法一樣 就是當他把這個題目定為說 在2018選後台灣人民的想法 台灣人民需要什麼 其實那個格局已經完全是超脫 一個地方首長的一個格局 其實我們從藍到綠 從中央到地方 其實很多人都訪問過美國 很多的首長事實上 在他當市長 謝市長的任內 也有去訪問過美國 比如說像陳菊 但是大家就 那時候就不會賦予 這麼高度的一個政治意義 所以第一個 在過去傳統上 不管是藍的或綠的 你要挑戰這個總統大衛 要到美國去面試 這個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大家好像也變成不成文的規定 大家都非常清楚 美國在整個台灣的選舉 跟台灣的政治 有多大的影響力 所以所有要選總統的候選人 不敢忽視美國這一塊 我舉例來說 四年前 柯B當時也是 大家是柯神 照得像神一樣 他在選後 也就是2015年 12月25號就任之後 他在2016年的3月 柯B就去訪美了 可是當時大家沒有把他賦予 這麼高的一個政治意義 因為當時他訪美非常單純 他是一個招商之旅 然後他是一個去拜訪姐妹市 那時候都是在美西 包含舊金山洛杉金 鳳凰城 這都是台北市的姐妹市 所以大家都只覺得說 你是在進行一個 所謂的城市外交 可是今天到了韓國瑜這邊 大家感覺有點不一樣 因為如果今天 比如說韓國瑜是說 我希望能夠帶動高雄的經濟 或者我是去招商的話 可能還沒有這麼高度的敏感性 但是他其實非常特殊的 是哈佛的費真欽這個學院 的五位教授 飄洋過海 主動的來邀請韓國瑜去訪美 而且是讓他發表演說 我必須要講 這是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特別是對一個縣市首長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格局 第二個 美國為什麼要那麼著急的 要邀請他訪美呢 我認為這是應該美國人 也把他列為一個 在2020可能的候選人之一 我記得我曾經在這個節目上說 我覺得韓國瑜 絕對不會選總統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就任 他必須要做出成績來 不可能說 這個位置還沒有做熱 他就離開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的一個政治環境 我常常覺得台灣的政治環境 實在變化得太快太快了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 在整個韓國瑜他的聲勢 他的能量等等 我覺得已經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認為說 韓國瑜不會成為總統候選人 我相信美國人也這麼認為 所以才這麼快的 去主動的邀請他 所以我覺得 這當然是一拍即合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 整個大選的過程裡面 包含柯P 但因為柯P他這次也要去美國 當然他其實最主要的名義 也是一樣 是姐妹市 亞特蘭大跟台北市 結成姐妹市40週年 所以他以這個也非常的正當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樣子包含從蔡英文 當然蔡英文他已經要選 然後朱立倫也是候選人之一 所以剛才講說 朱立倫他要不要再增加 他的一個到美東去 我認為應該要增加 因為你如果把它分成兩次 我覺得基本上聲勢上 就有一點差 所以我認為朱立倫 在這次的訪美行程裡面 我覺得他應該 這次已經去面試過了 這次再去感覺不好 每一次都要去補考 開什麼玩笑 每一次都要去 我覺得不是補考 我覺得本來就是說 因為現在整個的國際的情勢 整個的中美貿易的情勢 對我們來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包括如果我們待會兒 談到華為的事情 然後台灣現在有很多的作為 好像以為我們只要跟著美國人 一起去圍堵華為打華為 對我們就沒事了 錯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次中美貿易大戰 或者這次圍堵華為 事實上台灣很多的產業 台灣的經濟都會受影響 所以老實講我們非常鼓勵 我們這些要角逐大位的人 我覺得到美國 我覺得到不是 大家都在講面試 可是我覺得也可以了解 美國到底 對於整個的中美貿易情勢 對於台灣的想法 真的是什麼 老實說美國人面試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能面試美國人 當然有人會講說 王輝你這在說大話 可是我覺得 本來也要去摸摸底對不對 如果我們每一個政治人物 都甘為 作為美國的棋子 當美國人要讓你當棋子的時候 我們很高興 我們就幫他當小弟一樣 這樣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去美國應該要去 但是我覺得也要很有尊嚴的去 面試 我們一般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也是要讓我們真的知道 台灣真的知道 我們現在處於整個的國際情勢裡面 是琢磨的險峻